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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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洋青湖路 大家好 我是由石坤 欢喜在这里 国志愿民 今天我要说的主题是 台湾未来一路 最近这几年 台湾头到台湾尾 在阶楼上来去去的过路人 已经失去过去灿烂的笑容 如果政治不高担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 都很奔红 无信心 不但对自己的尽头无信心 对租路的未来无信心 对台湾的未来也无信心 一向是有最尊关 人材这些亚洲四少龙龙头的台湾 想到几年经过 变成阶楼重返了失业的大学生 不是找无头脑筒作 就是比较要领十五年前追准的薪水 一向以经济积极组合台湾 专用的一个子 经济倒退路到十五年前 台湾很简单 无人出国的政策害到我们大家 这几年来 马英九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面 台湾的三业当然是做受到牛脚和空洞犯了 马政府把台湾的经济 把台湾的经济摆在中国计划 国杀台湾的经济瓦力 台湾的经济发展需要到世界各国做 健全的分工 不管是无益 的这些是投资 都需要在到国际公平台湾 这可以政策发展 但是中国刚下 让台湾无法行为政策国家 让台湾无法跟其他国家签 FTA 上海台湾的国家经济力 面对这种处境 我今天要强调的是 主做人做 政府无人无人 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这处 我们已经知道 选择一个无人的政府 是会害到我们主旗的 的处 我们就要选择无人的政府 只要有大多数人 看清术室 積極参与公共事务 台湾未来 对这样厚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台湾要先为政策国家 国家支持 国人真重要 但国家重要的是 两千三百万人 会选择到意志 马政府就与以来 不止台湾的经济 主族性 越来越急 台湾的主权和安全 立足关键的刺激 民进党有这个人提出 让人民看得到的 未来的政策主党 民进党也要付这个人 提早经营国会过半 因为 为了民进党国会过半 这能够真正捍卫台湾主权 更安全 也为了民进党国会过半 这能够把台湾建设行为 富强空禄的政策国家 今天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观众朋友 这三个月来 关心和收看 就要过年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 快乐 平安 多谢 感谢观看